时需入秋泡汤人潮也逐渐涌现 瑞瑟乡温泉公园泡脚池 观光署花东纵管处 今年7月办理启用后 也在本月19号正式播交给瑞瑟乡公所围管 接棒金管的乡长吴万德表示 目前针对公园的各项设施进行试运检测 若没有问题 预计将在10月21号正式对外开放 今年7月观光署花东纵管处 与瑞瑟乡公所携手共同打造的瑞瑟温泉公园 热闹举行启用仪式后 也因播交作业迄今仍未正式开放 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 瑞瑟温泉公园从出本部移交到罗山管理站 并且在本月19号完成播交给瑞瑟乡公所围管 正式接棒金管的乡公所为了慎重起见 目前针对了公园各项设施设备进行试运检测 确保温泉服务设施完美无瑕 目前我们陆续在监测水分水量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在运作 在测试 希望我们在10月21号正式开放给民众使用 赤资1600多万元 费时一年多整顿优化的瑞祥温泉公园 相公所在保固期间内 编列每个月8000元的清洁管理费 和在地瑞祥市区发展协会达成签约共管的共识 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规划要收钱 开放给民众使用 我们是有跟瑞祥社区在签订投业 之后就交给瑞祥社区去围观 乡长万德也进一步表示 若市运检测没有问题 预计在10月21号正式对外开放 加入今年秋冬瑞祥泡汤服务的行列 记者是玉兰瑞祥采访报道